一个很普通的食材 居然在大酒店做成了招牌菜 还价格不菲 我们普通人想吃上一口 就得花掉一个月的工资 今天我就把这道菜的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大碗中茶点西葫芦丝 胡萝卜丝 锅中水开 放入一勺盐 一勺豆油 下入胡萝卜西葫芦 煮三分钟 捞出控水 然后加入一大勺的土豆淀粉 用筷子翻拌均匀 揉成一个像这样的长条 用刀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全部切好以后摆放在锅中 盖上盖子即时蒸三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调个料汁 要想料汁调好吃 只需记住这手诗 碗中粗细辣椒粉 葱花蒜末是基本 花椒粉面也要放 芝麻增香不要忘 再来一勺小米辣 一勺热油把它炸 三勺生抽一勺糖 两勺陈醋味悠长 不放香油豆白芒 记住这个调料汁以后蘸啥都好吃 我们这个翡翠胡萝卜饼也就蒸好了 晶莹剔透 QQ弹弹蘸一点 这个秘制的调料汁 吃上一口 给你一头牛都不坏